搜索黄 介绍一组以Sieloskiya密箱黄 为主要配件的项链 那这个在密箱环的中间 因为它其实1.8公分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距离是有点空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做的话 有点空 所以我们会在中间摆一个东西在里面 那这个是摆一颗水滴钻 它是用24G的铝线去做造型的一颗水滴钻 那我们等一下我再介绍这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 用踢针的方式来编制 先这是踢针 加一颗80的珠子珍珠 加进来 再加一颗4米的角株 4米的角株 然后穿过这个密箱环的一个洞 上下都可以 因为如果你现在穿的就是上面的 第一次穿的就是上面的洞 穿过来之后 那好这样密箱环中间是不是就有一个东西了 不会是空空的 那上面呢我们再加一颗6米的珍珠 那因为给各位有蛮多的珍珠 自己挑一颗哪个颜色深浅都可以 那我要让它有一点点的差异 所以我底下用深的上面用浅的 那接下来我们会用到圆柱钳 还有斜口钳 那如果你有尖嘴钳就用尖嘴钳 没有的话你直接用圆柱钳也可以 把这个梯钳折90度 那用圆柱钳也是可以做的 并不是不行 只是它比较没有那么密合 你看要有一点点距离 那折90度之后呢 从转90度的地方算过来大概是0.8公分左右 我们把它用斜口钳剪断 再以这个圆柱钳 右手心朝上圆柱钳往上往左卷回来 就会变成一个圆形在这个珍珠的上面 像这样子 那将来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金属链结合 也可以套上一个膝圈 那这个配件基本上就可以当做是一个配件 像这样在上面的地方 那等一下这个我等一下再介绍 那我先介绍这个部分 水滴钻的部分 我们就是取一条24G 30公分左右 那先穿过这个水滴 由这么背面都可以 那左侧的地方 我们大概留约10公分左右 把这两条线都抓起来 在这个两条线在这个水滴的顶端 交叉转一圈 转两圈的话脖子太长了 就一圈就好 那基本上呢 你要让这条线 长的线 我们接下来要编制的这条线 它是在比较靠近正面的地方 你拉下来 它是在正面的方向 尽量 那我们就把它拉下来到这个腰部的地方 绕到这个背面来 可以 那你要直接拉上来 到回到正面也可以 那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装饰 做一个小圈圈 像这样子做一个小圈圈之后 我们再把它回到这个正面的地方来 回到正面来 这样子 那它两侧就会稍微的有卡住 在这个顶端的这个地方 比较尖的那个地方 就有一点点卡住 那再回来这里再交叉转 那这脖子就会变得比较长 那这里我们要稍微来做一下装饰 这条10公分的线一样留在那里不动它 那这条线我们可以在这里 正面做一个螺旋 背面做一个螺旋 那因为第一个做的螺旋 是要由内往外转出来 那我就把它放在背面 因为由内转出来的螺旋 可能会比较不顺手 那我们就先转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圈 然后再慢慢的延伸出来 慢慢的延伸出来 这个顶端的地方 绕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背面 先做一个由内往外的小螺旋 可是这个螺旋不能够超过 这个交叉的位置顶点 因为等一下要揭秘相反 所以基本上这个螺旋是要盖住这个洞的地方 那由内往外转 做一个小小的螺旋在这里 那如果不做也可以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装饰而已 好 那就回到这个正面来 再把这个线稍微的绕一下这个交叉的位置一圈 但是这个线一定要把它拉紧 那这个尾端的线我们就给它剪掉 剩下三公分左右就可以 然后以这个圆柱前把它由外卷回来的螺旋 做一个由外 刚才是由内转出去的螺旋 那现在是由外往内卷回来 那这个前端的地方 比较不圆的地方 我们把它修掉 不要 然后再以工具卷 卷回来 好 那卷的一圈半左右 就没有办法继续用那个圆柱前 然后就要用平口前或者是尖嘴前 然后夹住这个金属线螺旋的地方 再把这个左侧的线直线的部分往下压 那这样就可以完成螺旋 那已经卷到这个线根部的地方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要的位置上 这样子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 那就直接把它穿过这个蜜香环的洞 穿上来 然后上面直接加一颗六蜜的珍珠 像刚才这个做法一样 加一颗六蜜的珍珠 上面就直接加一颗六蜜的珍珠 那加进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九字眼镜钩的做法了 就把它折90度 然后以这个圆柱前往上折回来 大概在那个0.8公分至1公分左右的位置 那折回来之后我们就直接绕这个 那我也可以就是在直接绕根部 那我也可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做两圈 绕两圈 就会变成是两个圈圈在上面 然后再绕这个根部的地方 两圈 往珍珠的方向绕 那这样就是两圈的这个上面 那就等于是双圈嘛 直接以这个斜口钳 把这个剩下的线剪掉 那到时候这个上面的地方 我们就以那个C圈 以一个C圈去跟我们的那个金属链做结合 这样子 那这个下面的部分做法都一样 这个部分就是上面的这边的差异性而已 这边是就是这边的话是 这是水滴珠的上面是这样子做一个九字眼镜勾 水滴穿进去之后交叉转一圈 把线绕到正面再回到背面去做一个小圈圈 再回到正面来绕交叉的地方一圈 在背面做一个小螺旋 由内往外的螺旋 再回到正面来绕 做一个由外往内的小螺旋 穿过 那个线直接剪掉 那那个就是剩下原来留的那个10公分的线 穿过这个密箱环加一颗珍珠 然后做九字眼镜勾 然后结束 那最后这个采一细圈去跟金属链结合 那接下来的做法都一样 那先将这个提针 穿过这个密箱环的下面的洞 加一颗6米的珍珠 以工具折90度 流约0.8公分左右 以圆柱前 手掌心朝上 往上卷 往上往左卷 卷回来 形成一个圈圈 好 那这个是要跟金属链结合的地方 好 金属链结合的时候呢 是要把这个十圈的地方打开来 好 那把它往上或是往下 不可以往右边拉 好 就把这个往上拉起来 翘起来 好 再把这个金属链套进来 套进来之后 再把这个西圈密合 这样子金属链就接上来 那接上来的那些配件 我们可以先 一颗一颗都做好 再来做组合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一颗一颗都先做好 就像这样子 提针 然后加进珠子 各位可以自己分配啦 或者是说参照我的那个方式来做 其实 它是很随性的一个东西 提针加珠子之后 折90度 再提这个珠子的正顶端 折90度 一样 留大概0.8公分左右就好 那个圈圈不需要很大 然后以圆珠铲的工具 卷回来 好 那每一个配珠子都把它做成这样子 完成之后我们再来把它套上去 那套的时候 套的时候我们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 就是上面接蜜香环的地方 那套的时候第一个洞 左右各一颗六蜜的珍珠 你可以不一样的颜色 好 那我是希望是不一样颜色 错开来 好 那第二个洞的话 因为它不是 它会一个 第一个洞如果是 嗯 左右的话 第二个洞就是前后嘛 那我们画的关系 所以我就会全部都是画这样子 那事实上它是 第一个洞如果是 洞口是朝左右的话 那第二个洞口就是朝前后 好不一样 那我们反正就是在这个洞的两侧去做 然后金属链的两侧去做 不要都在同一侧 同一侧柱子就会集中 那这个的话就是 第一个洞我们是加两颗六蜜的珍珠 或者是 反正就是你把它错开来 那第二个洞也是加一颗六蜜 一颗八蜜 然后第三个洞的话 因为这有一颗八蜜的珠子 所以我这里就给它一颗八蜜而已 就没有 没有你可以一边做一边看 好看那个效果 就是不要太急 那也不要太松 太疏的话就不好看 好 那这下面的这个第四个洞 我去加一颗四蜜的角株 好 因为他们这边都比较密集 好 那因为这种肚子比较大 所以它腿挂下来会很快的这个链子的洞也会比较多 那接下来就是各一颗两侧 各一颗四蜜的角株 然后接下来是一颗六蜜的珠子 一颗八蜜的珠子 好你要用什么都可以 那最后面这中间这个最倒数第二个环 我是没有加任何的柱子 最后一个环我再加上一颗八蜜的这个珍珠 或者是水晶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这个链子比较长 它不止这些洞而已 那为什么要这么长 因为你在编制的时候比较好拉 如果刚刚好你就很难拉 所以你先不要剪断 你从第一上面开始编 开始做勾勾勾 把每个配件都做好 像这样子每个配件都做好来 然后再把它打开来 打开锡圈勾上去 那勾的时候就是这个链子很长 你有尾端可以拉 然后慢慢的夹 夹了珠子之后 再把这个勾到这边的时候 你觉得OK了 然后你再把倒数两个 要留两个 所以你在倒数第三个环剪掉 那记住喔 不是剪倒数第二个 那就只剩一个环了 那也可以啦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里留一个环 怕各位剪错 所以就是你到时候就是在勾完了 这个 所以你觉得到这里要结束的那个地方 接下来的第三个环 一二三第三个环剪掉 因为这个剪掉了就不能用 所以你会留两个环 然后在最后这个环 再加上一颗珠子 这样就完成了 好像这样子 看一下好 像这样子的话就是 我有让它这样子交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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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我再加一颗环 一颗珠子 因为它比较小 比较不明显 好 那事实上 因为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你在做的时候 因为你做的时候可以拉这个链子 好 各位看一下 我们做一个 示范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 所有的配件都像这样子 把它做好来 那加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西圈打开来 好 那你往上往下都随便你了 那个都无所谓了 只是你顺手就好 把这个链子加进来 扣在第一个环 因为这个链子比较长嘛 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拉起来 好 要不然的话你会变成就是 没有地方可以撕立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链子比较长 是可以这样拉开 撑开来 然后把这个勾进来 好 勾进来之后呢 就再用工具把它合起来 这个再把它密合起来 那也可以把它分散 好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子 就是很集中 我这是比较集中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做长一点点 然后分散开来 好 好 那因为这个在链子的部分 还会有一些珠子 链子的部分还会有一些珠子 那你也可以把它集中在这个流树的地方 然后流树做长一点点 然后上面链子的地方就金属链不流珠子 这样子也OK啊 好 就是一条长长的金属链 然后重点全部都在这个流树的地方 然后这个流树就可以比较长一点点 然后比较多珠子的感觉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以密相环的配件做的一条项链 呢 那都 flavour 葡萄 我們今天都会整理 Musti 这些环亏中的牛子 这些